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彼此分享 彼此帮助的信息 还有一班小朋友 用音乐剧认识 演绎圣经故事 《约失的彩衣》 奥地利史怀志奖 由非牟利性质的奥地利史怀志协会主办 秉承1952年 诺贝尔和平奖的主 史怀志医生 尊重生命 辅助弱势 全阳哀与和平的精神 致力为伤病者 残疾人士 难民 儿童及老人等有需要人士 提供適切的援助 史怀志医生 当年他在做医生之外 他做了很多慈善的工作 基督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自己见到社会上有很多需要 因此他成立了医院 在好像非洲那样落下的地方 都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而他的奖是世界上升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很特别 就不是说去拿他的奖 而是觉得有很多人需要让我们去认同他的工作 拿到这个奖 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鼓励 奥地利史怀志奖 设有史怀志文学科学奖 及史怀志慈善 而今次各位得奖者 除了在文艺、科学及慈善上贡献良多 不少仍是虔诚的基督徒 多年来 藉著文艺、科学及慈善侍奉主 我们香港声乐学院是第三十九年 进入第三十九年 当初给我的时候 我开始为自己的音乐去做 原来我对学生也是这样 今天神给我的时候 能够唱、弹、作曲或指挥 都是为了他们的需要 而当初给我的时候 我得到这个奖 我觉得很荣幸 史怀志先生 他的生平 他一生是一个追求的 模仿、学习的一个模式 激发我 更加努力 去珍惜以后的时间 去贡献给社会 去做一个荣耀神的基督徒 除了奴地利史怀志掌 会上颁发了帮助别人 伸出援手 国际美术绘画比赛各个奖项 他们很想有些图画 可以在他们的单张上 可以宣传一下 或者更加可以美化一下 但他说没有经费去做这件事 因此我就觉得 我将这个想法 就带了回来香港 然后我就跟朋友商量 我们一起去帮他做 做一些籌款的工作 因此我就发动了 我觉得这个不但之是 一个很好的 给小朋友从小知道 如何去帮助别人 而是给家长方面 带着小朋友的亲子 现在在商量 在奥地利的联合国 去展览出来 或者可以在奥地利的皇宫里面 博物馆里面去展览 我们现在在商量 做这件事 希望给多些鼓励给我们的小朋友 Dr. Schweitzer 他这么多的爱心 在他的自己岗位上 我知道他也是音乐人 又是医生 又是慈善家 我们觉得 无论基督徒在什么岗位上 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生命 去影响别人 去发挥一个爱 敬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